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大程度上赢的大选就会是一个民政 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2016年 那个时候呢 希拉里因为邮件门 被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穷追猛打 有线电视网是宁愿直播川普集会开始前的一个空的舞台 也不会就希拉里的大选政策多做报道 那个时候我支持希拉里 就算是最温和的批评川普的发言 也会有川粉乌泱泱的过来抬杠为他辩护 华裔知名人士里面 民运圈的 记者圈的 金融圈的各种卷的 支持川普的占了绝大多数 好不容易到了竞选前 川普因为抓下体门 支持率一直在下跌的时候 奥巴马手下的FBI局长科米忽然跑出来 说要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 我认为那是希拉里败选的最后一颗钉子 我后来读了科米的自传 总体上感觉呢 他就是觉得一个纽约的富商 也比经验丰富的政客要好对付 川普上台其实是彻底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 包括在新冠疫情期间 他毫无章法的处理 然后就是听信各种阴谋论 匪夷所思的一些主意 美国和世界其实是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的 然后呢 他在2020年不承认败选 是美国民主制度200多年来最危机的时刻 好在这是美国 不过2020年之后 我还是要说拜登这四年成绩斐然 以后的历史会说明拜登是最被低估的总统 在他任上通过了最多的两党政治的合作议案 包括基础建设的法案 同样包括恢复经济 就是恢复被新冠疫情打击到 不能再低的这个经济的状况 国际上呢 他在对中国的政策上 其实呢是更有策略 他形成了一个欧洲 北美 亚洲 这样的一个联盟 太平洋 印度洋的一个联盟 来对付中国 而对俄国 他能把北约团结并且扩大 让加拿大都觉得要增加军费 这还是非常难得的 我是想说呢 就是 拜登上任前 我对他没什么期待 结果令我惊艳 而对哈里斯 我现在觉得 只要他能战胜 让川普 让美国不再倒退 包括女性的权益 包括少数族裔的权益 包括整个的知识认知 那就非常好了 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女总统的意义 当然 我也期待 他能够像拜登一样 让我惊艳 还有不到100天 就是投票日了 各位加油